谁能想到 在这个酒馆里撒花的无赖 日后会是大宋的第一提新官宋慈 在得知了父亲自杀的真相之后 宋慈便从此一蹶不振 一方面是自己奉若神明的父亲突然离世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父亲在遗书中留下的一道 终身不得涉足行御孽氏的一命 这对于从小就将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 立志在行御审刊上 成就一番事业的宋慈 无疑是最为致命的打击 自此之后 宋慈开始每日酗酒麻醉自己 酒醒时 便在房中把玩着尸骨遗骸 如此的怪异行径 就连他的妻子都惊恐不已 这一天 在酒馆中宁定大醉的宋慈 却被酒馆的小二团团围住 只是因为宋慈吃了一顿霸王餐 另一边 同在酒馆的捕头王和鹰姑 正在发愁 要去找谁洗清父亲的冤屈 因为刚赶到加州的他们 还没有见到宋老推婚的面 就得知了他去世的消息 无奈的两人 准备先返回京城 再做打算 却突然被楼下的打闹声 吸引了注意 虎头王下楼查看 见到那人 正是多日前在集市 帮自己解围的宋慈 一下子就乐了 帮宋慈结醒了酒前之后 虎头王本想着 将醉酒的宋慈送回家中 却在聊天中 意外得知了宋慈的真实身份 您既然说姓宋 那我有可能 以前还听说过您 听说过我说 听说过 宋老推官有一位 精听行语的公子 那就是 我来加州 就是为家父收拾东西 找我有事 确认了宋慈的身份之后 两个人大喜过望 骨头王当场挥拜 就要跟着宋慈 安前马后 谁知道却被宋慈一把推开 并且说道 你看错人了 宋某这一生 不会涉足行语 说完就要走人 骨头王又怎么会让宋慈 轻易离开 他紧紧的跟在宋慈的身后 完全不顾宋慈此时的感受 我就没见过 没见过你这么 这么死皮赖脸的人 还记得你有一个叫 孟良辰的兄弟吗 生死之教 如何能忘 哼 生死之教 恐怕是口是心非吧 骨头王说完之后 直接准身离开 骨头王的话 对于一直想知道 孟良辰消息的宋慈来说 无疑是最有吸引力的 但是骨头王故意说话留半截 之后扭头就走 成功的吸引了宋慈的注意 宋慈拉着骨头王 想要知道孟良辰的消息 而死的因故 终于看不下去了 半年前 梅城之县竹没停 不明不白的摔死山崖 这件事你可否知道 如今孟知县 临危受命 却在夫人的途中 死于一战的大火 半年之内 两任朝廷命官死于非命 这难道是巧合吗 你如果对这些无动于衷 袖手旁观的话 你还算是孟知县的生死之交吗 得知自己好友死去的消息 宋慈直接摊坐在地上 作为自己的知己好友 宋慈将两人的友情 看得极为重要 但是父亲死前有过一命 宋家子孙 终身不得涉足行御 无奈之下 宋慈只能来到父亲坟前 哭诉烦恼 孩儿与孟贤弟情投意合 又是同耕同年 结为兄弟 贤弟遇难 我不弃深渊 岂不陷于 可如果我善舍行御 善离丧子 尤为父命 却为不孝 孩儿既不愿意不孝 又不愿陷入 两难之处 看到宋慈如此为难 普通王直接找到了宋慈老夫人 说出了一切 老夫人这才知道 自从自己的丈夫去世之后 原来儿子的心中藏着许多事 却不与自己说 也难怪他这段时间以来 性情大变 于是老夫人直接把宋慈叫到了身边 但是无论老夫人如何劝说 宋慈似乎有着不能严明的顾虑 就在宋慈纠结不隐之际 老夫人的一句话瞬间点醒了他 你父亲走得匆忙 虽然没留下一句话 可给你留下了他一生的心血呀 娘说的可是父亲那本 一案录时 对一个从小就想做刑御官的儿子 还有什么话能比这更重吗 宋慈此时才悟到 父亲的本意并不是想关死儿子走上刑御之路的大门 而是 给必将走上刑御之路的儿子 留下一个阵龙发聩的警示 人命大如天 人命大如天 人命大如天